这样我们先把考试简单的先提一下 可能有些同学不太清楚 其实官网上面也有一些介绍 就审计他考试 USCP考试他也有一些变化跟以前相比 那么总的来讲 就是他引入了一个休息的时间 如果最早期很早以前 其实他是一次性四个小时 是没有休息时间的 那么现在他其实是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在包括前面读题各种时间加在一起 所以这样一来大家可以看到 就你会发现前半部分反正就是录入 对吧 现在要录入这个七位号 INTS number等等把它录入进去 然后看一下要保密等等 要遵守规则 然后就开始考试 那么整个考试是 考试时间其实是四个小时 那么当中还有个15分钟 15分钟是一个标准休息时间 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标准休息时间 标准休息时间 是你在第三个这个tablet 所以就是前两个选择题做完之后 然后有一个simulation 两道simulation做完之后 然后会这个时候 其实时间就已经有点长了 对吧 所以是需要休息一下 那么他是给到你 那么这个标准的休息时间 是给到你一个15分钟 然后这是一个标准的 那么这个时候他是会pause 所以他这个时间会停 所以首先注意啊 就不走你不占用你考试时间的呢 标准这一块 以前其实没有这个 在很早以前其实没有这个东西 但现在是有了 比较人性化 那么这一块呢 其实我们是建议 大家最好能够休息一下 因为确实时间是比较长 去下洗手间 然后稍微补充一点能量 对吧 那么这个会比较好 但是你看好时间啊 因为一旦因为他是maximum最多15分钟 所以你不一定非得用到15分钟 对吧 所以你可以早一点回来 因为你还要重新再 经过安检 重新再回去 这个都需要时间 当然要看你这个考场 对吧 你看不同的地方 你考场这个人有多少 再加上这个疫情 这个现在到底有多少人在考试 等等 那么如果是出现这样一个情况的话 那么就是说还是早一点回来 然后中间的会有一些option 就选择性的 选择性的这种休息时间 每一个这个test tablet后面都会有 但是选择性的呢 是不建议强烈不建议 而且我们相信 包括我个人是非常相信的 不会有人 至少中国考生 是不太会有人去做这个事情 去去休息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当然可以休息 但是这个休息是占用你考试时间的 本来考试时间就很紧张 对吧 那你再去把人为的把这个时间 再因为休息占用掉了 其实是蛮影响考试 除非是碰到很特殊的情况 所以中间这一块啊 这几个是不用的 所以只有在第三个当中是个标准 好吧 所以考试大家注意一下 它的一个规则啊 它的一个形式 然后AUD 我们今天主要讲AUD 72到选择题的话 一拆二 所以你最上来做选择题的话 三十六三十六 两个三十六道选择题 然后接下来八道总共是八道 这个是simulation对吧 仿真 模拟的仿真题目 那么它是按照233来进行的 所以你第一个仿真题 做完其实是两道大题 后面还有两道三道三道 各三道大题 分值占比的话是50%对50% 这个是比较好的一种情况 就跟大家讲 因为在USCPA里面啊 当然包括在其他类的CPA考试里面 它也是有选择题的 但是你们可能不太清楚 在ACC里面 国内ACC这个开发的比较好 这块市场啊 就学的人特别多 ACC里面呢 到高级审计 我们到审计它一拆二 基础审计和高级审计 到高级审计阶段就没有选择题了 全部都是大题 都是写 所以这个倒是其实还挺好的 因为它就合并在一起 所以选择题嘛 总有一些概率 对吧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选择题 对于你来讲 就你备考阶段的这种训练 会更加方便一些 比起纯作文 在ACC里面高级审计 它纯作文 写的这个很长的案例 然后自己写 比起这个呢 会简单一些 好吧 所以这是考试形式上一个比较好的一块 所以它正好一半一半 所以你哪一块都 两块都要去准备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考纲的一个变化 现在考纲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个2021年最新有一个变化 其实也还好 不能讲很大的变化 就是说 它整个还是按照这个四个区域 对吧 考试四块来分 但是呢 就是它分值上出现了一个调整 它这一块呢 做了一个加强 把这一块做了一个减少 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我们简单来看 大概流出了五分左右 做了一个五分左右的调整 能把这个部分呢 降低 大概降了五分左右 然后审计计划这块增加了五分 这个调整 我个人认为还是很有意思的 它其实是反映考官 它其实是在反映考官的任何调整 大家注意都是在反映 背后是在反映一个考试的趋势 反映的是考官的一个判断 好吧 那它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调整 我个人做一个猜测 因为ACC和USCP我都在教 而且两边我都很熟悉 所以我一直在看他们的一种变化 所以ACC那一块 它其实有一个像应用型转型的一个特点 所以他们那边其实也对于风险评估 就计划阶段的风险评估的要求 也在提升 可能背后有这样的一个原因 就USCP也在考虑 说ACC的这个变化其实挺好 更加贴近于实物 所以它会做这样一个调整 好吧 那这样调完下来的结果是什么 调完的结果很清楚 就是说整个四个区域里面最重要的 就分值最大的两块 一块就是和审计计划相关 我们等一下会讲整个一个审计的结构和逻辑 审计是一个实操性特别强的一门学科 那么我们等一下会讲 然后这里就是你知道 它一个是中间这个计划阶段 它提升了 尤其是风险评估这一块 这个和实物是非常联系非常密切的 因为在实物当中 风险评估就是特别重要的一块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performing 就执行审计程序 获得审计证据 那么这个主要是现场查证这个阶段 里面主要和它相关的 有两件事情 当然最主要的是这个实质性审计程序 执行各种实质性审计程序 对财报进行一个审计 或者我们简单来看 对财报进行一个检查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当中这两块 和它相对应的审计的阶段就是计划阶段和现场查证阶段 好吧 所以这个是一个调整 大家注意一下 好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高顿自编教材 自编教材呢 有一些简化的地方 但是和考试相关的内容都在 那么自编教材里面大概分成八个章节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八个章节 第一章的是职业责任 包括各种职业的标准 审计的责任 管理层的责任 职业道德的标准等等 包括像这个道德威胁啊 独立心啊 这些东西都在这一块里面 然后是这个计划 那么第二章就是讲这个审计计划 重点审计计划的一个阶段 好 然后是这个理解 第三章是了解内控和控制风险 对控制风险进行评估 内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包括内控的一套理论体系 也是美国提出来的 这个扣售理论 现在其实全世界大家都在用 那么内控它的作用 它非常重要 为什么特别重要 它可以帮助企业去实现它的目标 那么企业的目标有哪些 这个在具体的学习当中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对吧 对于审计来讲 我们就三块 财报一块 经营一块 合规一块 财报要可靠 经营要有效率 要有效果 合规要遵守 帮助你 通过这个内控 它能帮助你 实现你这个企业的一个 遵守相应的法律和规章制度 这个非常重要 它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 所以在学习的时候 你们会去学里面 具体的像内控要素 对吧 像crime 内控要素都会有 只知道它重要 那么接下来 都有审计来讲 我们还要确保 它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会有一个评估 assessing 评估有两种手段 等一下我们也会讲 然后是审计证据 审计是根据证据得出结论的 本质上它是一种验证的工作 只不过我们这边讲的是财报审计 所以我们验证的是财报的数字 对吧 你可以去查别的东西 它其实 你广义来看 它其实就是一种调查 甚至你比如说像 大家有些同学可能比较喜欢看港片 ICAC 对吧 这个廉政公署 前两天我还看了一部 这个 它也是一种调查取证 其实我在看它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我会去想 它其实跟审计也是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只不过它是去查贪污腐败 它查犯罪行为 所以本质来看是一种调查 调查的话 根据证据得出结论 所以如何来获得证据 这个是大家要搞清楚 不同的科目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查 那个就是审计程序 那么查完之后 对吧 那么最后就出这个审计报告 一个书面的报告 所有的努力 最后都是为了这一份报告 所以说如果你这样 你广义的去看 工厂的话 生产的是产品 对吧 比如说我现在如果做这个Mac 工厂 它如果是做这个Mac的Mac 那么它这个产品就是 就这个东西 那么事务所的产品是什么 事务所 会计是事务所的核心产品 就是一些报告 其中就包括审计报告 这是我们的一个结果 还有其他的建成业务 包括审计和审阅 包括对未来财报信息的检查 对吧 当然简单来看 重中之重 是历史性的财报数据 是最常规的一个审计业务 但是它还会有其他的很多的业务 对吧 你比如说像对未来财报信息 甚至以后 可能如果感兴趣 你们可以甚至还会可以会了解到 比如像法务审计啊等等 都会有 好吧 还有像社会责任的一些PFI等等 这个就很广了 那么就有一些其他建成业务的一些介绍 好 然后是会计和审阅 是会计和审阅服务的一些特点 最后是一个取样 Audit Sampling 因为审计工作是根据证据得出结论的 但是这个证据不可能是全部的 没有人能拿到全部的东西 一个上市公司一整年的所有的发票 所有的收据 所有的合同啊 不可能的 对吧 你不可能全都去看 那么所以的话 他审计是根据抽样来得出结论 所以要想办法避免样本风险 然后我们要知道最基本的抽样的方法 以及样本跟总体啊 这个之间的一个差别等等 这些基本的概念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审计这一块啊 高端词边教材一个八张的内容 高端词边教材一个八张的内容 高端词边教材一个八张的内容